今天我学会了一个道理 深夜千万不要打地位人格 今天下午带宝宝出去剪头发 就没怎么打素材 晚上想着宝宝睡着了 打两把监管的素材明天写 万万没讲到吧 晚上居然全是神仙队友 修机巨快不说 一个个还挺能溜的 我都怀疑是不是一些大佬 看着小号四黑来找快乐了 晒把火轮 就被这四个人玩弄于鼓掌 没想到又被我匹配到他们了 看来这把要认真一点了 等一下啊 我先把显示器打开 然后再把耳机插上 来来 看到底是我的整体值得下降 还是破轮的熟练度下降了 这人躲哪去了 怎么会躲的吗 不对啊 不应该找不到啊 难道趁我不被跑进小丑屋了 还真进小丑屋了 囚徒 应该是在楼上 难道是 我站在这里蹲 这个人真的好狗啊 估计刚刚就是一路蹲着进来的 吃刀上楼 那我就先丢伞再上去 不翻是吧 你不翻我翻 没想到吧 也摆的是封窗 丢伞封住楼梯 然后慢慢追 这对人绝对不是这个段位的 还会算我假伞的CD 不过他这个走位基本上也走不了了 完了 这把还是要烈 抓人太慢了 只能看开门站有没有机会了 二号台电机有人 过去看能不能管一下 不休来救人了 先知啊 我最怕的就是先知了 我吸魂他吸鸟 拖时间他也吸鸟 怎么算都是我亏 好 被吸魂他就有机会了 把他鸟片转 可以直接变成小黑 这波就看能不能把囚徒卡过半 过半的话就能翻盘 先知吸魂结束了 只要他摸一次 我立马就摇铃铛 软了 还是要被极限卡半救啊 他输了 这把有机会了 打一刀逼他救人 一定不能让他拖带转 可以 先知没扛到 那这把可以先放飞一个球头 宝瓶真胜是有了 你还在这里连电机 打个二接出来 起飞吧你 还差两台电机 哎呀 摸人这么快 他不是医生就在附近啊 完了 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啊 这么能躲的吗 再拖下去 估计要裂了 终于看到脚印了 不过他应该也吸了一只鸟了 难搞啊 而且还要化身彩板模拟器 忍不了了 小铃铛棒哦 可以 总算拿到一刀了 太离谱了 按照我对仙子的了解啊 这个人估计又吸了一只鸟了 没办法 仙子溜素产就真的好溜 先把鸟骗转 然后就剩下最后一台电机了 就是仙子这台 医生也要来抢电机 听这个声音都90%了吧 哎 游戏结束 我估计又要再输一次了 当面切小白 看他那么果不果断吧 可以 开了就对了 先杀小医生 这个开门站的祸害医 一定要先处理掉 看到没有 邮差仙子已经在点门了 想保瓶 直接传送 想保瓶是不可能让你们保瓶的 邮差不在 应该是掉头回来去救人了 直接飞回去 哎 等等 这个车怎么不见了 我查邮差坐车过去了 哎呀 早知道就先把仙子给弄死了 这一下就很尴尬了 父亲还有耳鸣啊 那应该就是站在站台上 看到没有 那个人还以为他蹲得很完美 等医生飞了再去杀他 让他以为他很安全 大家好 这也是后期的导演 我后面看了回放才知道 这队人是真的狗啊 开局全员蹲蘑菇 只要我一抬手 他们就找这位蹲蘑菇 语音似黑 确实很难搞啊 好了 这个小流差 不会以为他能走吧 医生快飞了 上去直接搞他 这个距离先知也不可能过来了 还想走地 叫走得了吗你 哎呦 总算是赢了 一定要记住啊兄弟们 以后晚上千万不要打屠夫了 真的会睡不着觉的呀 溜啦溜啦 啊 啊 感谢观看